北京时间8月4日晚上23点 中国女排迎来巴黎奥运会小组的最后一场比赛 中国女排首发阵容没有变化 主攻 朱婷 李莹莹 副攻 袁新月 王媛媛 接应 龚翔宇 二传 雕林宇 自由人 王孟杰 塞尔维亚女排虽然激活了皮卡 但是没有首发 她们的首发阵容为主攻 布萨 乌兹拉克 副攻 阿列克西奇 斯特瓦诺维奇 接应 罗斯科维奇 二传 奥建年诺维奇 自由人 斯波波维奇 这场比赛两大超级攻击手中国队的主攻 李莹莹与塞尔维亚接应 博斯科维奇的对决引人关注 首局比赛 中国女排失误过多 而塞尔维亚女排这边打法比较直接 就是找博斯科维奇这一个强点 尽管打法很单一 但是架不住博斯科维奇的状态 确实太炸裂了 再加上中国女排首局比赛失误多达6个 最终非常遗憾的21比25丢掉了这一局 第二局开始 中国女排控制了自己的失误 前半段始终处于领先的地位 但是博斯科维奇确实状态太出色了 连续得分将比赛扳平 此后 中国女排凭借着强有力的防守 以及龚翔宇的出色发挥 一局把比分甩开5分 打停了塞尔维亚女排 虽然暂停回来之后的塞尔维亚女排强势追分 但是关键时刻 李莹莹彰显核心本色 稳住局势 25比20 中国女排拿下第二局 比分1比1平局 第三局一开始 塞尔维亚依然是依靠博斯科维奇打开局面 随后 朱婷被换下场 她在今天的发挥比较一般 吴孟杰替换上场 关键时刻又是李莹莹站出来 帮助中国女排反超比赛 吴孟杰上来之后 进入状态也比较快 双方比赛交替上升 打到了最后的关键分 李莹莹尽显英雄本色 25比22再拿下一局 2比1领先对手 第四局比赛 中国女排进入状态很快 把节奏把控在我们这边 而塞尔维亚这边 还是只能靠博斯科维奇苦苦支撑 她的体能打到第四局 尤其是到了后半段 确实体能出问题了 进攻质量下滑 中国女排一局把比赛拉开 甚至出现了技术动作变形的失误 不过两届世锦赛冠军 李韵犹在 数次将比分追上 中国女排较暂停重新布置 希望借此稳住状态 尤其是40岁的老二传 奥杰年诺维奇稳住局势 但是中国女排 还是挺到了最后 李盈莹最后时刻一击致命 29比27赢下比赛 拿到小组第一 并且锁定了淘汰赛前三名的位置 本场比赛 塞尔维亚核心 博斯科维奇拿下了全场最高分 但是双拳 难敌四手 中国女排整体发挥更为出色 博斯科维奇全场比赛十次被拦 中国女排把防守做到了极致 当然这场比赛 我们自己的失误确实有点多 后面的比赛需要注意